越南首都河内在当地时间1号下午在繁忙的紫桥郡发生严重火患 火势很大迅速蔓延到附近的房屋 浓浓的黑烟充满整座火场 在几公里外都可以看见 很多在路边停放的摩托车和汽车被烧毁 越南官员表示 火苗是从位于一栋八层大楼内的一间卡拉OK窜起 这间卡拉OK刚营业大约一个月 最先起火的是卡拉OK的招牌 员工曾尝试灭火但是没有成功 火势随后迅速蔓延到附近三栋建筑 当局接获投报后 马上派出数百名消防员和警察赶到火灾现场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扑救才将大火扑灭 但是还不清楚火患发生时 楼内到底有多少人 搜救工作仍在持续中 事发后 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令警方立即调查 找出失火原因并严惩肇事者 他还要求地方当局严格检查 当地所有卡拉OK酒吧和餐馆的防火措施和器材 据称发生火灾的区域是越南十分繁华的地区之一 这里人口密集交通繁忙附近还有两所大学 包括越南新闻与传播学院和越南国立大学 MTV7综合报道